书接上文 于莲只用两根手指隔着手帕 将屠夫的刀提了起来 屠夫认为于莲虽然有些吃力 但毕竟是提了起来 因此勉强有资格跟他讲话 对此于莲摇摇头 用手帕认真地擦拭着手指说道 你们这些老人家总喜欢自说自话 我只是觉得太脏 难道你以为真的很重 于莲说得很随意 他的强大根本不需要任何人认可 哪怕那个人是传说中的屠夫 他皱眉 凝神 是不想手指染着一点血腥味或者油花 屠夫认可了于莲的实力 你确实很强 如果给你与我相同的岁月 不 哪怕只给一半 甚至十分之一的时间 你或者都能胜过我 甚至可能达到真正的不朽 但遗憾的是没有如果 你们书院无论谁来都是不够的 因为你们不够强 对此于莲有些不服 你多年未入世间 不知道书院最强的便是那个强字 屠夫以为于莲说的是 继承了柯浩然一波的宁缺 他最近一个人击杀了阿达和横木里人 改变了国战的局势 在普通人看来确实很强大 但在屠夫眼中却依然不够 于莲话音刚落 一名穿着破旧的僧衣的君墨走了进来 于莲看着屠夫就像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说你不问世事就是不问世事 你根本不知道书院最强的人从来都不是宁缺 确实 书院最强的一直都是君墨和于莲这两个人 于莲问屠夫 现在够了吗 屠夫点了点头 够了 你们加起来可以试着与我一战 于莲与君墨出现在了肉铺店 并不是为了与屠夫交手 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有跟屠夫谈判的实力 于莲扫尸一周后 看到了一个不喜欢的人 于莲妄想中年道人 问道 你知道你现在站在这里有些不妥吗 中年道人对此表示自己很委屈 从你进来开始到现在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 诸位大能又何必理我呀 书接上文 于莲跟屠夫的谈话不想被别人听到 对此中年道人表示自己很委屈 于莲看向中年道人 你很强 直到现在为止 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这很让人佩服 对于人间来说 它是一场大雾 然而这位看似平静无害的中年道人 墨手织手冠数十年 连他都看不清深浅 这自然值得警惕 中年道人没有走 他远远的站在一旁 于莲也不好用墙 只能默认他的存在 于莲跟屠夫讲解了眼下的局势 九徒与屠夫在道门和浩天之间两边下注 于莲不太懂 既然是下注 为什么两个人都没有押住书院 赌书院最后会胜出呢 对此屠夫有些嘲讽的说道 因为书院没有浩天 难道道门就有 如今的道门领袖冠主已经背叛了浩天 他现在可是满世界寻找他 而且万一最后书院生出 九徒和屠夫会出现两头压空的情况 屠夫仍是不愿意相信书院 于莲带着几分恨其不争的神色说道 果然已经腐朽不堪 除了旁观 除了像条狗一样的等着 就不敢做些别的有趣的事情 屠夫走出肉铺门槛 看着被秋雨切割成无数细条的灰暗天空说道 等你们活得足够久了也会像我们一样小心 君墨一直没有怎么说话 此时听到他的这句感慨 开口说道 那样小心的活着 活得越久 活着越没意思 说完这句话 他与玉莲离开了那间肉铺 君墨突然说道 我没有看到 玉莲眉间隐有忧色 按照夜红鱼的回忆 那卷字卷应该还有残余 如果不在那道人手里 现在应该在哪儿 书界上文 如果问世间最神秘的存在 西陵桃山下的那间卖红薯的铺子 一定算一个 西陵与唐国即将开战 烤红薯铺被迫要关门 玉莲和君墨从老人家手上 接过了两根热腾腾的红薯 老人一边收拾行囊 一边说道 今后再想在镇上吃就难了 他家一直在桃山前的小镇烤红薯 烤了整整千年时间 由祖辈传到当代 从未断了传承 除了替书院看着神殿动静 最重要的原因是 夫子喜欢吃他家的烤红薯 还必须是原来的炉子 再原来的小镇 当这一家人撤离小镇时 小镇外的神殿骑兵竟是没有人敢拦阻 沉默地让开了道路 鱼莲撕开烤红薯 微焦的硬皮 用小指头挑出些红色的薯肉 递入嘴里 咀嚼半想 觉得虽然好吃 但也不像老师说的那般夸张 此时中年道人从远处看着两人说道 二位远道而来 为何不上山为客呀 来一趟桃山 二位先生总要有所见教 君墨不喜欢拐弯末讲 见教不敢当 只是传一句话与神殿诸人 此今日起 桃山只能进 不能出 中年道人深知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神情未变 北方 徐氏亲自领军的大唐铁骑 于陈石突破西陵神殿的三道防线 抵达距离桃山四十余里地的桥边镇 东方 关海僧率领的数百名烂科寺僧兵 冒着秋雨沉默地行着军 西方 满头银发的城里雪 在雪树乡召集天狱神殿救赎 已然快要接近 南方 无数袖剑闪出剑光 血色肃杀的神脸和梨花白的亡脸 在数万大和军的拱位下 缓缓靠近陶山 陶山已然被围 西陵神殿危在旦夕 君墨说 自此刻起 陶山只能进不能出 不是他太霸气 而是书院现在有说这句话的资格 只是让所有人都不解的是 唐国联军并没有向陶山发起进攻 有人猜这可能跟小镇的内奸肉铺有关 但有人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在这种决战时刻 书院的重要人物宁缺还没有出现 而西陵的龙庆也没有出现 能不能接种 优优独播放